那第一个我们先来设计我们的第一个区块 这个24模技术器 我们称为除24的一个电路 那这个电路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怎么样设计它 那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精灵 建立一个除24的技术器 可是呢这个除出来不是BCD嘛 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要编成两组BCD嘛 这是个位数的0到9 这是十位数的0到9 如果我们直接使用除24的技术器 可能这个后面还要再加一个解码器 设计上会比较麻烦 所以呢我们采用的是两个除10的技术器把它串接在一起 然后到了这个个位数变成4 十位数变成2的时候 再把我们电路归零 那这样可以达成一个除24的一个功能 那另外呢我们需要一个reset的讯号进来 那刚刚讲过这个reset讯号是高态作动 是这个电位1的时候归零 所以呢我们就把握这个原则来设计我们的电路 那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回到我们的cordus2这个软体里面 那我们要先建一个档案 那这个档案先建一个小电路 这个小电路是除24的电路 所以呢我们先使用这个new file的部分 建立一个新的电路图 block diagram and schematic file的部分 那这个file预设的档名是block1 那我们习惯先把它订存新档 免得到时候忘记了 那这个呢它预设是会做最高的这个eclock的这个档名 那同学不要使用这个档名 我们把它改成mod mod24 mod24的一个电路 我们先做其中一个小区块就好了 那把它存档存起来 确定这边是一个除24的电路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设计一个bcd的技术器 那bcd的技术器同学其实在第一题做过了 我们来复习一下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精灵的方式来建立 那建立一个新的精灵 点选下一步 那这个技术器的部分 在这个lpm counter的地方 那我们这个是bcd技术器 我们就一样把它命名叫bcd9 这个是这个bcd的一个技术器到9之后归0 这个名字可以任意取啦 不要重复就好了 然后呢bcd码是4码 所以我们这个bit数呢把它设成4个 那这只需要上数 所以我们就只需要up only的一个上数技术器就可以了 再来呢我们这个部分呢是要除多少 那我们除到9所以是要除10 从0除到9总共数10个 所以这边要除10 然后呢我们需要一个后级的这个 进位输出去驱动下一级 那我们这个使用电波技术器 所以不需要一个固定的clock 再来最后我们需要一个reset的讯号 接在一起 我们的输入讯号从clock这边进来 然后这边会从0数到9 数到9之后呢会从这边丢出一个高 一个讯号去驱动下一级 所以这是技术个位数这是技术实位数 我们就利用这个方式来设计 所以来我们先输入一个input input 输入讯号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小时的资料进入 所以我们这个名字叫hrin 我们看一下我们讲义上的名字 不要用不同的名字免得同学混乱了 我们叫hrin没有错 然后呢这个直接接近我们的datain这个地方来 那这个每一个卖波就可以让它这个驱动一次 增加一次讯号 那这个q 我们就直接介绍输出output 打错字了 output 放到这边放到输出端来 那一样同学注意哦 这个是bus是四条线 所以我们要从bus端指向讯号端 然后这个pinname的部分呢把它改成q 个位数unit 然后呢总共有四个bit 所以是3.0 这个是固定的格式 同学不要弄错了 再来我们这个输出讯号 它是到了这个数完的时候会给一个高 这个1的卖波 那我们这个技术器呢 我们是要用0胎去作动它 所以呢我们要在后面加一个反向器 所以呢我们要加入一个nut 反向的讯号 把它放在这边 那 我是习惯把它稍微转一下啦 这样到时候比较 看起来电路会比较整齐 不过这其实是没有必要的事情 同学可以依照你的这个时间的长短来做设计 那我们把这个讯号 拉到输入端来 拉到第二组输入讯号的输入 第二组BCD的输入端 把它接在一起 这个这样子 那再来 词位数的输出端 我们要接个output LUTPUT的讯号 然后把这个线连接起来 那这个名字就叫 QDEC3.0 所以这四个bit是我们个位数的BCD嘛 这四个bit就是死位数的BCD嘛 那不需要再往后接了 所以这样子就OK了 那再来我们 那这样子的话 原则上 这样子的设计是一个0到99的寄出器 它个位数数到90会进位 那死位数数到90 就是从0数到99之后再回到00 那我们的题目要求只要除24 所以这样子不行 所以我们要需要设计一个归0的电路 那我们来想一下 24的BCD嘛 24的BCD嘛是多少 那2的BCD嘛是0010 所以呢我们的这个 QDEC的第1个bit是1 那4的BCD嘛是0100 所以在这个QUNIT的第2个bit是1 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两个bit 同时是1的时候把我们的讯号归0 所以呢我们用一个AND2的讯号 AND2 AND2的逻辑杂 那输入端分别接到我们的 一个在上面输入Q 个位数是unit第二个bit 所以这个是QUNIT这里的第二个bit 这里呢再来这个是QDEC的第一个bit 所以如果这两个bit同时是1的话 这会给出一个嗨讯号 这样就可以把我们的讯号归零 如果我们要接过来的话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 这个CR的讯号 那这两个是任何一个讯号是嗨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讯号给归零 所以加上一个OR2 两只脚的OR输入讯号 那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输出接到这组的输入 另外一个端点 我们要接到我们的另一个input讯号 这个叫imput 这个讯号叫clr 是把我们讯号归零的讯号 所以这个是嗨 或者是这两个同时是嗨的时候 我们会给出一个归零讯号 那这个归零讯号呢 我们同时把它接到两组的这个 ACLR的这个端点 就可以把我们的讯号归零 那这样子我们的电路设计就完成了 我们来复习一下 这是个0到9的基属器 这也是个0到9的基属器 当数到9之后会透过这里 给一个高电位的讯号 去驱动下一级 那原则上这是0到99 它会从0数到99 那我们利用这个CR的讯号 一开始如果我们电源打开的时候 可以先把这两个点归零 再来呢是我们的这个 个位数的第二个bit 跟十位数的第一个bit 这两个bit同时是嗨的时候 我们给一个 会给出一个reset讯号 就把我们的电路归零了 那这样子我们的讯号就会 在24的时候就归零 就不会再数到后面的讯号去了 那这样子这个电路设计就完成了 完成之后呢 先把电路存档 那存档之后 确定这边有一个信号不见了 就代表我们存档已经完成了 再来我们使用这个creative 跟update的部分呢 建立一个cyple 那我们等一下在大电路设计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cyple 一个除24的一个cyple 存档存起来 那这样子这个除24的电路设计就完成了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电路来做等一下的设计